新型能吃的塑料袋用完泡水喝,真的能解决污染难题 现在环境污染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,到处都是垃圾,也对许多的动物造成了危害 特别是大海里面有着许多的塑料垃圾,被当成食物吃掉,导致死亡 毕竟塑料制品是很难被降解的,虽然对生活带来了很大便利 可如今真的是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有人就研发出了一款能吃的塑料袋,主要成分采用的是玉米,马铃薯等天然淀粉 再加上植物油等12款材料,都是可食用的 最终制作成塑料袋,绿色无污染,而且非常的结实耐用 用力撕扯都没事,非常的环保,据说扔到野外180天自然降解 埋进土里要45天,扔进水里要一天,扔进开水里只需要15秒就能溶解 直接泡水喝都没问题,燃烧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有毒气体 一个塑料袋的保质期有6个月,可以说对环境的保护是个不错的发明 但还需要完全普及才可以,大家觉得这塑料袋怎么样?